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被大家問過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 戲劇監製到底是做什麼的 那如果要我來說的話 我會說戲劇監製其實它就很像是上帝的視角 我們用我們看到的畫面 然後我們感受到的情感 我們可能聽到的一段話 或甚至是我們自己自身的經驗 然後我們把它轉化成一段又一段 一個又一個非常感動人心的故事 對我來說戲劇監製呢 需要非常大的熱情 然後我們需要很會觀察 可能也需要有異於常人的敏感 所以我們在戲劇裡面 其實我們常常會放大很多 我們生活當中很微小的情緒 讓大家跟著我們一起笑 一起哭 感受那些從來沒有過的感受 甚至反思自己的人生 過去呢 我做了很多經典的偶像劇 《喜歡一個人》 莫非這就是愛情 還有去年討論度很高的浪漫書給你 讓觀眾投入甚至嚮往一個 麻雀變瘋狂獅的故事 一直都是我自己很擅長的 販賣的所謂的愛情這樣 但這些專注在粉紅泡泡裡面的那些美好呢 我相信沒有人不喜歡 大家都會想要逃離一下現實 然後投射一個自己想要的樣子 但當我們關掉了電視 回到了一個真實的人生的時候 真實的情感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會不會其實我們真的也需要那樣子的愛情故事 它也有可能發生在我們真實的生活當中 我開始有了這樣子的想法 今年呢 剛好是我當戲劇監製的第十年 然後我很開心我可以帶著我的作品 還有我這幾年累積的經驗 然後站在這個夢想中的TED舞台上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年台劇的奇蹟《未來媽媽》 2021年也就是今年在Netflix上 第一季的戲劇榜冠軍 不是日劇也不是韓劇 就是我們的台劇《未來媽媽》 這樣子的成績其實對我們目前幕後團隊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鼓舞 也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畢竟我們在一個國際的OTT的平台上 我們面臨到的競爭對手是非常激烈的 然後大家都是大規模的製作 然後各種不同題材的考驗 其實《未來媽媽》相對來講 跟大家比起來我們是相對的小成本 我們又是從一個很日常的生活課題出發 所以其實當我們用黑馬之姿突破成為 拿下這個冠軍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大家除了很興奮之外 也是有一點點意外的 為什麼說意外呢 因為第一個就不是我們擅長的類型 然後對我自己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寫實的寫實劇 然後取材都是在生活當中 我們想要拉出一個 從女人價值的這個主軸觀點 去討論所謂昏不昏、生不生、孕不孕的 這幾件事情 我們到底在商業市場上真的討喜嗎 我們能夠獲得多少的迴響 我們真的能夠傳達出 我們真的想講的這些idea 或者是觀眾願意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故事嗎 對我們來說其實都是未知數 但我們總覺得在這個moment當下 我們抓到了一個很好的題目 我們利用這樣的故事去討論所謂 女性未來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就覺得我們想好了 我們也努力的去做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沒有遺憾 然後很勇敢的就是往前衝衝看這樣 但我們的確在開播之後 果然就是如我們預期的 就是可能觀眾不熟悉這樣子的題材 在電視的受眾上 所以我們的收視率其實跟過去有的 大概至少30%以上的落差 但是很神奇的是 我們在OTT的平台上 我們的成績是一週比一週的還要好這樣 所以我們就在開始想說 OK所以這個樣子的題目 可能不適合合家觀賞 但它卻討論是一個家庭的題目 然後它難道比較適合一個人多起來看嗎 然後我們在宣傳的管道上 有很多的貼文很多的影片 我們最高的點閱率 可以衝到200多萬次 甚至衝上當天YouTube的前三名 但是我們的留言數卻是掛鈴 我們就開始好奇觀眾的軌跡 會不會其實這樣子的題目 大家並不是不關心 因為還是會點閱還是會分享 但是卻是一個不能公開討論的秘密 什麼樣的題目呢 其實現在在各方面我們都覺得 男女已經幾乎是平權的現代 我們想問的是 女人的未來一定要是媽媽嗎 身為女人的你 你有想過你想要的未來是什麼樣子的呢 又或者是你想要過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生 至於媽媽的這樣的一個名詞 它到底是一個身份 一份責任 一次的成長 還是其實如果現在你正在思考這個問題的話 就表示那可能是一次你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 就像我現在回頭想我自己 大概之前我也沒有想過 我會當媽媽 然後我的生活當中也就是充斥著工作 沒有別的 但是在六年前 我決定暫停我所有的工作 我做了兩次的人工受孕 跟一次的試管嬰兒 我終於就是生了一對雙胞胎 他們現在五歲 我覺得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也非常的掙扎過 然後痛苦過 甚至懷疑自己過 我知道很多的女性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因為現在大家都從求學一直到工作 都非常的優秀 幾乎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 但反而在生育的這件事情上 跌倒了 挫敗了 然後甚至找不出原因 所以有很多人會在這個moment就是懷疑自己 但我至少我自己在努力的成為媽媽這條路上 我覺得會有很多的獲得 也會有很多的失去 但至少我沒有後悔 當然當媽媽 這個並不是所有女性唯一的路 因為其實結不結婚 生不生孩子 它都只是一種選擇 只是當時的我就在想說 如果這個是每一個女性都有可能會遇到的課題的話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先提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然後讓大家先遇見所有未來可能發生的可能性 那或許我們大家就可以在工作中 生活中找到那個平衡點 或甚至是媽媽這樣的一個身份 它有沒有其他的不同的生命意義可以被發掘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戲劇內容的人 就是我們期許自己就是不斷的拋磚引玉 然後丟出很多新的觀點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可能在還沒有遇到問題的狀況的時候呢 可以提前的去思考 那身陷在其中的人呢 其實你可以有機會可以聽到一個不一樣的聲音 然後我們可以開啟一個新的對話 那當時我們其實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契機 然後我們想要做一個這樣子的故事 當然要在什麼時間點去啟動 除了我自己 然後跟我的製作人湯宗霖 湯哥 我們都在這個求子的路上 有非常豐富的心路歷程之外呢 就是我們那時候也觀察到了很多的社會現象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前幾年在選舉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候選人 其實都提出了相關 生育福利相關的證件 然後我們其實也看到了很多報紙新聞的tagline 就是可能很多的上班族 就是覺得自己低信仰不起小孩 所以不敢生小孩 甚至不敢結婚 然後女性的教育越來越高 教育程度越來越高 所以生育的年齡好像就越來越延後 甚至提升到國家的階級階段 就是台灣其實好幾次都是在全世界的生育率排名 是倒數第一 就讓我們發現說 其實在台灣 生育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生育問題了 它可能甚至是一個國家等級 國安的問題了 一定有非常大比例的人 是跟我們一樣面臨到類似的窘境 可能在這一條路上也是跌跌撞撞 不管大家對於養育條件的擔憂 或者是因為晚婚 因為晚生 所以造成的不孕機率越來越高 那當我們針對這些現象 再去做一個進一步的田野調查的時候 我們問了很多台灣的婦產科的名醫 然後甚至不孕症的諮詢師 我們對他們做很多深度的訪談 就讓我們更發現了很多很驚奇的key facts 就是我舉例來說 現在台灣的狀況其實幾乎是每七對夫妻 就有一對夫妻在面臨不孕 我覺得這個比例非常的高 再來就是醫生告訴我們 其實超過三年以上不孕療程的夫妻 大概有五成以上的離婚率 然後甚至現在這幾年很流行的動軟 就是真正的解凍率也只有三成 就是更讓我們聽到這些數字的時候 我們會更想要挖掘這些背後的原因 到底為什麼 就是台灣的生殖技術其實堪稱世界第一 但是我們的生育率卻會是倒數第一 是不是表示說其實就算有先進的醫療技術 依舊沒有辦法解決大家在生育這件事情上面 到的問題 對我來說其實生育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就像剛剛講它可能牽涉到社會結構晚婚晚生 它可能牽涉到所謂女性自我價值的追求 然後跟家庭觀念的 傳統家庭觀念的衝突等等 但我們當然也發現到 藏在生育這件事情背後的那個原因 就是那個婚姻關係 所謂的男女關係 我們其實從小到大 大家理解的應該就是一個男生一個女生很相愛 我們想要在一起走一輩子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結婚 結了婚之後好像也很正常順理成長的 就應該要生小孩 可是好像我們從來沒有先預先設想過 或者是我們從來沒有被教導過說 那如果生不出來應該怎麼辦 然後或者是你想生 但另外一半不想生的時候 又應該要怎麼辦 我記得第一次我在跟我的製作人唐哥 在討論這個故事構想的時候呢 他用男性的觀點 我用女性的觀點 在討論生育的這件事情 然後我才第一次的發現到說 哇 我是第一次的聽到了男性所謂真實的聲音 而這些聲音是我可能從來沒有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仔細的停下來聽過另外一半說話 那我覺得在生育這件事情上很容易這樣子 因為大家可能第一時間關注到的都是女生的心情 或者是女生的感受 可是男生其實在這件事情上站在一個非常微妙的位置上 他們會覺得我們也是一份子 但他們常常被撇除在外 他們相對無奈也相對的束手無策 他們好像堅持也不對 放棄也不對 只能陪伴 但不說話也不對 所以就讓我發現說 如果今天身在這個婚姻關係當中的兩個人 如果你們不試圖地開啟對話 似乎好像就會把彼此推得越來越遠 所以其實我自己在這個未來媽媽的過程當中 我就好像從甜調一直到戲劇最後製作出來 我好像就是從決定結婚 然後一直到了不孕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有再重新經歷過一次 只是這一次我很幸運地多了一個男性的觀點 那男性跟女性其實先天上有很多身體跟心理面上的差異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也很好玩 就像我記得 湯哥有一次就是我們的製作人 他就是在我們開劇本會的時候 對著所有的女生說 你們女生是有辦法體會 我們男生生殖器暴露在外面的感覺嗎 哇 我們第一次被問到這個問題 然後當下的確大家就是 呃 對 沒有辦法體會 那我們也不甘失弱地說 那你們男生也沒有辦法體會 因為子宮身在我們女生身上所帶來的責任 跟我們所要後續可能會面臨到的犧牲 像這些我覺得男生跟女生先天上面的對立價值 也都是我們在做這個題目 雖然我們想要討論從女性出發 但我們也覺得男生的聲音也應該要被聽見 甚至被女生理解 然後所以我們其實在戲裡面 有很多經典的吵架戲 都是我們在劇本會的時候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吵就吵出來的這樣 呃 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呃 我們在 呃 嘉妃跟柏千就是我們的男女主角 在 好多次的試管都失敗了之後 有一次他們的情緒大爆發 然後兩個人就開始吵 男生就說如果孩子不會來 就算我不去開會孩子還是不會來啊 對 聽起來還蠻合理的 但對女生來說他就會覺得 但至少你不會丟我一個人面對啊 然後這時候男生又會說 那我就這一次沒到這麼該死嗎 女生就會說 對 你就是一次都不能缺席 對 聽起來兩個人都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但他們永遠絕對不會有任何的交集 很多的觀眾都會跟我們說 哇 你們的吵架都超真實的 然後那些話都好像是我們真的有講過的 但的確是我們除了當然要做到這一點 跟觀眾的共鳴之外 其實我們最想做的事情是 能夠讓大家退出來 站在一個很客觀的角度 看 從男生的觀點看女生 從女生的觀點看男生 畢竟我覺得生育可能只是 我們大家在婚姻關係當中 遇到的其中的一個難題 它不會是唯一的課題 但我覺得最終最終應該是要回到 開始這段關係的你們兩個人 有沒有辦法在每一次的困難當中 就是大家不斷地溝通成長 就是你能夠在保有自我的同時也可以理解對方 我們在收到了很多後續的觀眾的分享裡面 就讓我發現到 其實我們這一次做了非常多扎實的甜調 運用了非常多百分之百真實的案例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到 你回收的那些所謂觀眾的共感 就會是最扎實而且最動人的 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印象最深的 就是有一個觀眾 他其實在每個禮拜他看完之後 他就會固定地私訊我們 然後他說 這部戲有好多我的人生 然後我每一次看完之後 我就是崩潰的痛哭 可是痛哭之後 我好像就可以過去一個 我自己一直過去不了的看 然後也好像可以在情緒抒發之後 我就可以理解了我另外一半的心情這樣子 所以其實因為這樣的戲 讓他知道他自己不是那樣子 唯一的一個人 所以也讓他可以放下很多的執著 跟不再那麼有壓力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在幾年前領養的媽媽 然後他也是說其實他一直沒有辦法確定 他自己的決定到底是不是對的 但因為未來媽媽裡面 我們想要賦予的這個媽媽的定義是升級版的 就是所謂媽媽的愛 其實它不應該僅限於只有在你肚子裡面生出來 對於孩子的愛 我們其實有一個未來媽媽的網路社群 它其實當時在戲裡面有虛實整合的 那現在還是有很多人都在裡面 不管你是曾經經歷的或是正在經歷的 大家都一直不斷的在裡面分享心情 然後也彼此陪伴 我們其實在後續就是發現到說 未來媽媽這四個字 現在已經成為了可能時下被孕的女生 或者是正在懷孕的女生的一個新的代名詞 這四個字聽到這四個字未來媽媽就好像 大家一起經歷過的某一些故事 然後可以產生某種程度的共感 甚至很溫暖的安全感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在做了整個故事之後 非常意外但是也非常開心的收穫 我想每一個女生其實從二十幾歲以後開始 就是你會面臨到非常多的人生關卡 然後很多時候你就會像 就是畫面上的這個女生一樣 你必須做很多的決定 你選了A可能就沒有B 我想分享的是我們其實在填掉的過程當中 我們遇到了一位不孕症的諮詢師 那這樣子的職位其實很特別 至少我自己當時在六年前 是沒有遇過這樣子的一個專科護理師 但現在因為不孕症的病人越來越多了 所以需要有一個這樣子的護理師 去幫忙回答很多在身體上 或者是心理上面病人很多的問題 那其實從我們填掉的過程 我們大概整整歷時經過快兩年的時間 他從在職變成離職了 後來我們跟他聊了之後才發現最大的關鍵點 其實就是在於他在工作上 他必須要承載了非常多可能病人的心理層面的精神 跟心理的壓力 讓他沒有辦法兼顧他自己的家庭跟小孩 所以其實他就是一樣 他面臨到的就是他的工作跟他的家庭 當然最後他選擇了放棄工作回歸家庭 這也就是我們在講的 其實每個女生他都會在某個時間點 他可能需要做一個這樣子 所謂女性自我追求價值的選擇 你到底要成就家庭還是要成就你自己 但我相信這個問題每一個人回答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想回到最一開始我們丟出來的問題 就是女人的未來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 女人有一定要當媽媽才算完整嗎 在現在的這個時代 我想用一句我在戲裡面非常喜歡的台詞 就是不孕不是一種懲罰 每一個你其實應該都是完整的你 今天不管你有小孩你沒有小孩 你都值得很幸福 因為我覺得無論每一個人在選擇的未來 會是長什麼樣子都不應該 我希望告訴大家就是你都不要盲目的追求 可能別人喜歡的你 或是別人覺得應該怎麼樣的你 而忘了喜歡你自己 不管你在面對婚姻 面對生育 面對未來人生的種種關卡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去思考這些問題 然後當你真的要遇到那個十字路口 想要決定的那個當下 你可以用最自在的狀態 然後自己最喜歡的樣子去面對 跟做所有的決定 我從未來媽媽畢業了 然後我現在跨到了一個 另外一個對我來說更艱難的角色 就是職業婦女 那我其實一直希望能夠 持續的用我自己樂觀的態度 然後持續的用愛發點 愛我的孩子 然後愛我的工作 愛我自己 然後持續的能夠用我的 最貼身肉搏的人生經驗 然後帶來更多很療癒 很感動人心的故事給大家 謝謝 聞到我 就想說 那我會不會不被担愛 然後晃 說 dell這個 好 NI 希望